大家好,我是簡易廚神Jana 我是Ficky Jana,常常都想趁農曆新年自己做蘿蔔糕 但又怕做完又鬆又散 都不知怎算好 不要緊 今天我們就請來 海洋公園餐飲部行政總廚 于浩斌大廚 教我們做蘿蔔糕的秘訣 Hello,大家好 我們不如馬上開始 首先我們會先放蠟腸 按次序 應該是放蠟肉 放冬菇 小柱 烹調可以不用洗 拿起原本的味道 我們就炒蘿蔔 師傅,做蘿蔔糕的時候 應該要用甚麼蘿蔔糕呢 其實坊間很多都是用中國蘿蔔的 其實日本蘿蔔都比較普遍 很容易在超市買到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比較甜 而且水分比較多 師傅,不知道這兩杯水是甚麼呢 一杯是冬菇水 一杯是瑤柱水 它的作用是提升了蘿蔔糕的鮮味 我們現在就開那個粉漿了 就是剛才用我們的瑤柱水 好,倒入冬菇水 然後開均勻 你看到它稠 千萬不要再加一些粉 因為這樣做 其實它蒸完之後 它會更散 好像蒸蘿蔔糕一樣 切不到出來 師傅,滾滾 好,我現在放下去 師傅不知道要蒸多久呢 以這個糕的尺寸 大約蒸過半小時 完成了 讓我們馬上試試 我們親手做的蘿蔔糕 蘿蔔糕煎得很香厚 厚感結實不太粉 而且蘿蔔糕相當足料 大家更可以按個人喜好 加減部分材料 今天再次感謝海洋公園的 賓師傅教我們做蘿蔔糕 大家就可以跟著這些小提示 在家中自己試試做 最後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 牛年行大運 Youtube 嗚呼